牛俊风 白菊刚等一系列小鲜肉男星出演青春电影 众青年演员在剧中饰演了几个青少年来一场潇洒的旅行 据说为了拍摄该影片 电影剧组在多数取景 还去到了西藏 曝光的剧照中几个年轻人 在布达拉宫前非常开心的流影 也让网友们期待 不知道几个人会不会在西藏有什么样的奇遇呢 吴锦岩作为电影中唯一的女主角 在电影中的造型同样令人惊艳 大部分观众和网友们都还在沉浸于她的古装剧令妃的角色当中 吴锦岩这次在新电影终于一头帅气变着发型出现 配上个性干练的服饰 让网友看到剧照的吴锦岩都表示 看来另非霸气的影子没有在她身上离开还是延续了 既然这部电影内容说的是年轻人说走就走的旅行 当然途中也发生了不少关于年轻人的故事 最重要的是很多网友看了预告版后 感觉这部影片类似于公路喜剧 因为剧情真是在旅途中开张 在旅途中结束 所以网友们观看这部影片预告的时候 感觉更加充满了青春的惊喜 除了去到嘴令人向往的西大 几个人还在戏中挑战了很多游戏项目 例如跳伞 灯雪山等等 在此过程中 兄弟几人也遇到了有型的人性的考验 究竟他们会不会顺利的闯关 成功顺利并一同归来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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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